对这老干爹的话 他们状态好的时候蛮厉害的 然后状态不好的时候也一般般 然后就需要注意的就是 他们抢龙挺厉害的吧 打大龙的时候注意一下 打大龙头 不轻的打吧 你看海克他这个就很聪明 他这把是猪妹啊 看下猪妹怎么打 诶 猪妹这边可能会丢蓝啊 他这个看不到 这看上了看上了看上了 哎 但是这里直接选择打猪妹 说实话打猪妹不是很明智好吧 海克这选择我觉得挺好的呀 到不然的话 原来这个蓝好像抢了 我讲到底这猪妹有点疼了呀 这里要打起来了 这个时候抬局上是什么意思 等人家cd赚好了才上 扛在这边直接叫Q运棟走了 那这样的话这个和线没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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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上次有机会 康蒂这里柳暗花明又一村 哎呦 哎呦 其实我觉得赖茨有点着急啊 赖茨是叫神 又来 我的天这波康蒂炸了 这康蒂炸了好奇怪 康蒂这波虽然说死不掉 但是他已经炸了 因为这个蓝是比 现在折磨难度好吧 太难打了 哎 这波不错 哎 拉到计划解了 计划解掉 但是这一波 直接将点燃了 那斯马尔这没什么状态 这一波说实话 关键是冰线 来了 这一波有机会 但是这个链子交出来 冰到这波有机会强行杀吗 但是好像减速没有了 哎可以逃 哎呦 哎呦 真的痛苦呀 看了一下视野 看这波视野鬼没大 哎呦 他没抢到啊 而且这边还有危险 小萍 控制到 一技能拉到 漂亮 小萍这个时候直接说老将 但这边又被拉 小萍是死了 我这波也是只能 小萍的命换这个蓝了吧 我说实话 这个 看小萱进化自己的Q在说 先进化技能 对 这里要来了 耶 被控到 这里没有进化怎么跑 有闪现 大招回一下雪 小萍 还打一套 可以可以 闪现还在 但是老牛也来了 这个闪现白焦了 展现刚过来看到一个 但是柯莲也来了 大招直接给他 打得不错 佳莲再给大招 佳莲大招下来 可以 柯莲这个Q已经很关键 把黄子往后拉了一寸 让佳莲的大招 可以击飞了 对 这样的话中路就做了一个常规的人和交换 呃 哎呦 想逼一下卡下的位置 大招拉过来 有点打不过 但是老子也打不过 对方还有双招的 没办法打完背后还是挺爽的 是的 哎刚才家里二如 刚才那个 恶加哥如果能来同时支援的话就好很多 嗯 这波押得回家去了 那这么看 雪月鬼这一波不亏 因为他拖了大量的时间 而且把自己的伤害全部倾泻了出来 这波雪月鬼死掉之后 老哥做的很好 他就开这个黄子 对 房子的对面是最好杀 这哥里你看他就 哎 他拉过来一点 刚刚刚 上路搞起来了 背过来个赖子 要打单杀 这波配合点下还真有机会 给大了 哎呦 可烈大招也是有点无解 哎 这波卡家伤害打足了 但是老贼要被承误到 击飞 四跑就先被秒了 但路线已经上去去往 这边众美给一个大招 大到了皇子 还好防御坦没有继续伤害 还可被减速到 有EQ了可以走 这里的话抗你 这一波老贼抗塔抗太多了呀 嗯 这里减速到 两个TP双TP要反打这一波 二连起来 哎呦小民冲动了 小民冲动了 这一波被杀掉以后 下都可能要推塔了 一圈塔又没有机会 一圈塔又没有机会 狼行这波要出事了 后面有GP的 哎呦 两面的支援速度都非常的快 这一波狼行 强行拿 强行拿吧 拿四百五 死了也可以接受 还要过来给Kwama一个头吗 给了分C啊 克列有点飞啊 三个头 但是你克列真的冲不进去吗 哎呦老贼这一波 是没必要的 老贼这一波完全没必要死的 这一波是稳杀的局 他进去扛一下他 这里比如说Kwama的这个 圣枪洗礼啊 给的很到位对吧 嗯 捕足了伤害 而且刚才他身上看到了 老贼上还有这样一个 这个这个强攻的效果 啊我想一下两个C位太猛了 想打 这里3v3 小平 李桑卓马上切过来 这样的话这边直接交TP 是来自西约伟的一个TP 海尔登要被秒了 撤 哎呦这一波 这打断了 tp被欧杀直接单杀了 啊 这三个人要关在这里打了 这一波老人家出了大失误 哎呦二连起来 两个人卡杀这一波都收割吗 收割了 这样的话 那边怎么打下了 哎 啊然后开始在这里 开始在这里TP 对 然后被看到了 直接一个好 哎呦 闪现Q 啊 这一波老主刀就领先了30多刀 再加上他们整体的团队经济 对吧 领先两个防御塔 直接打看下卡杀的伤害 牛头二连起来 跑不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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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里要大招 又被恐惧了 柯莱这一波是大人头 柯莱下马 拉一下 但是第三招闪现 这边是一级的W 好 大了很多 大了还行 但是这边宽马活不下来啊 这个这边只杀掉了 没一个杀掉的 黄子都没死 黄子残血跑掉了 这边还有兵线 脱了 看有没有 你看这桌子 直接打不就给到 打不就给到 还有小兵 一Q过强大招邦就打 这确实是 大招还拉了回来 哇这波是最伤的呀 这打不就给到 打不就给到 打不就给到 还有小兵 一Q过强大招邦就打 这确实是 大招还拉了回来 哇这波是最伤的呀 大招又是围绕上路去建立的 这边要开 这波要开 卡莎 哎呦 被攻击了过去 瑞里斯玛特没人管了 二加特往后拉 这边自己的后喊 救出加一下 这边吸血鬼要被秒了 被拉了过来 斩杀 烂在这边下马 卡莎还没进场呢 这里狼行在追着狂马腿 两个C被打地了 能给到一个印记 卡莎可能就要飞了 简直能不能给到 哎呦 没办法怎么跑啊 跑不掉 这边 哎呦 拿下大龙 那 哇这一把 哎我发现我们解说到 这个赛季是第三场老外列的比赛 嗯 他们经常一把打得很好 一把打得很纠结 一把背 就像这样 他这个大招就给皇子了吗 对猪没大招 怎么感觉皇子都没有定身效果 这时候已经打不了 师傅鬼现在根本没伤害 伤害不在一个层面上 打着框 低出卢杰的异技能 但是 一两下这个下路高地塔就没了 中路已经有超级运的压力了 这边要开 哎又被打出了 这里特列开过来 看到对方前面要下 small day small day再拉扯 虚优鬼大招打得还不错 但是后续没有伤害 主线根本跟不上 而且李桑龙提皮下来 虚优鬼要被卖了 哇 特列也特列被杀 这里的话虚优鬼还是被杀 哎呦 就背过来一个加里奥 加里奥倒定一波 零换二 零换三 卡扎飞进去了 刮马没了 零换四 还有一个猪妹 挡不住对方这波推进了 这波顺势上路冰鞋带过来 应该是要被一波了 就讲道理 这个阵容 你打着这样二十多分钟 你想插对面一个人都难啊 对方这个阵容肉霸还挺厉害 挺厉害 诸美飞进去杀不了人 这样的话 苏妮结束了自己的五连败 今天是一个让一追二 而且是在老哥家抢了两条大龙的情况下 实现了翻盘 这场比赛对于老哥家来说 心情真的像乘坐过程车一样 是的 哇 苏妮终于是终结了自己的连败 主要还是第二把呀 第二把我觉得老哥那就是那一口气啊 没虚伤 哎呀那一口气真的是 被Meple跟狼琪两个人 把苏妮这里续上了 但是我必须说实话 苏妮这场比赛 反正说战胜了老干爹 但是他们在中期节奏依然有大问题 其实苏妮这个队友他们是前期对线打得行 后期打得行 但是中期稍微有点断结 一头一尾 其实你看他们在拿有优势之后 后期打的是非常的稳 对吧 但是在中期节奏点上面呢 是稍微有些问题 但今天苏妮三把对线 我觉得都是打得很好 是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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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